初秋应该怎么吃 石蔬和它是绝配 清淡爽口 简单易学 现在吃正合适 这个好的百合一定是非常的紧实 而且它没有那种特殊的气味 那首先呢 把我们这个甜豆焯烫一下 一般在焯烫石蔬的时候 水里边一定要加的是盐 保证它的这个液力素不流失 但是我们在焯百合的时候 您切记千万千万别加油 如果加油之后它容易变色 直接摆合下锅 一切一白 好了 开锅就可以 调一个味汁 一点点的白糖 鲜盐 清水 加上一点水淀粉 还有一些松茸鲜猪粉 也可以用一些鸡精来代替 胡椒粉 一点点的底油 素菜油千万别多 姜片 凉油的状态就可以下锅 姜片爆香 用一些生姜爆香 喜欢吃蒜的话 也可以放一些蒜在里面 菜椒粒 调好的料汁 起锅 非常清爽的这么一道 植树炒百合 颜色搭配很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